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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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过来找你 你早就知道了吧 我是怎么对你的 你又是怎么对我的 老公 我不 你别在这儿闹了好不好 心里那么多人 没办法跟你解释的 我不走 今天当着你同事的面 咱们把话说清楚 你都这么对我了 我还在乎什么人不人多呀 我是不是不帮你修手机 你这些破事我永远不知道 你还有多少秘密我不知道啊 买到哪儿 哪儿 就这么不相信我 好 我跟你看 我跟你看 满意了吧 你满意了吧 你说你忙 好 要跟客户应酬 没问题 我做好了饭菜 在家等你 一等就是一宿 你干吗去了 你就跟人 你就跟人家干那个是吗 真裸心 我告诉你 我跟你 我跟你 结束了 你怎么回事 我干吗 你没关系 你最后的侠借 你这些酸 你仔细都看不出来 他很跳 blow 你 有意思 我去哪儿 我过了 我今天 你最后的侠借 你 我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学院的申请弄得怎么样了 资料都递上去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先去日本安顿好之后 再处理学校的事情 要走了 我还挺舍不得的 我给陈勋打电话了 既然我们决定一起出国 我想过几天生日办得大一年 也要和大家道个别 可是我给陈勋打电话 他说他那天有事来不了 他还是没能原谅我 也不知道下次见你们什么时候 别担心 可能他过几天就想明白了呢 实在不行 就让赵叶他们去问问他 也只能这样了 突然要带这么大一瓶款 一旦出了问题 我把所有东西卖了 我都不一定能还上 赵叶 您能确保这个设备是什么问题吗 你没事吧 上次怎么能赚了这么一大点钱 你还怀疑呀 你放心 设备已经准备好了 钱一到就发货 到仓库呢 你自己去查收 如果呢 你要是有好的群道呢 你自己卖 要是没有的话呢 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 赚一倍 是绝对的 没问题 陈先生 我有话跟你说 这么着急找我 是不是想我了 陈总啊 说句实话啊 像你这个年龄啊 有这么大的破裂和头脑 还真不多 我们要合作 好 签 好 来来来 好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啊 不错了 张总 陈总 那你们两个就慢慢聊 我有事先走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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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啊 怎么 又跟乔然吵架了 要不要喝点 乔然的生日会 你为什么不去 你知道吗 乔然心里很难过 刚才你也看了 刚签完合同 后面有很多社要忙 真的 你去跟乔然说一声 不差我这么一个朋友 你说我这个朋友不去了 他也不会掉狂肉 更不会少一岁 倒是你啊 为什么这么急着见我 陈旬 我们之间的不愉快 是时候结束了 我们之间的不愉快 早就结束了 这是你说的你忘了 我记得当时你是这么说的 你说 陈旬 我跟你 结束了 你 你放开我 你弄疼我 你跟那个曾文辉 你俩根本就不干净 我们分手吧 到时候了 我和乔然要去日本了 这个生日 应该是大家最后一次聚会了 是因为我一直在屋里取劳吗 不是 公司调我去的 我讨厌 我讨厌 你走 我不是很快 你突然想要去 你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你走 可能这是我们俩最后一次见面了 照顾好自己 我先看我 先看我的 党党党党党 兴致 小焕雄一百零八将 一张无上高价买回来的 厉害吧 我好喜欢这个 我记得当时为了九恶龙使劲 全群把人鼻子都打歪了 姜茂你拿的什么呀 你别理他这样了 我们打算给你买一百件 我的意思 就是买把剑挂抢 多塞呀 人不听我的 有没有常识 看不看我负本书啊 人书上都说了 刀枪剑极 谷约勾沙 不适合放家里的 会有煞气 那会使房主 会使房主惊气过剩 导致不忘之灾 我这个好啊 这个是水 水是剂牌的 你把它摆在家里面 赵爷 你把它摆到家里面 能够台元滚滚 好喜欢呀 小房子呀 点蜡烛 点蜡烛 来来来来 来来 点蜡烛 点蜡烛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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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宇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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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们的友谊 这个红酒的年份 是我们认识那一年份 好像是小学三年级 送你 谢谢 祝你喜欢快乐 我们俩永远是兄弟 在日本跟方回好好的 要好好照顾他 要给他幸福 还有你自己 你也要好好的 要约婚也好 做睡点成绩来 咱们看看知道吗 怎么啦 发闪了 那我最后见你一次 总得穿得帅一点嘛 我可不想在你的心里 永远都是一个酒鬼的样子 傻白甜 我帅吗 比我差一点了也就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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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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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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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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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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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打电话跟我说 刚打电话跟我说 那个设备是放到的 叫 要不你帮我清点一下 行 号我清点 好 都清点了 都清点了 跪着的 好 怎么样 不对呀 你这些货都是国外的二手废品 我刚才看过了 即便是在国内卖的话 也只能卖给乡镇的一些 一级小医院 而且肯定卖不上价格呀 不可能啊 那个 收好的都是一些最新的产品 要不你开箱检查一下 一定是你别看错 看一下 怎么样 怎么样 不对 你看一下 喂 对对对对 那个设备刚到 设备刚到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还钱的日子 不过现在那个设备出了点问题 而且我也联系不到张经理 你们跟他之前不是有固定的合作关系吗 你看能不能 什么 你们之前不认识他了 好好好 好 不对吗 不对吗 不对 天神 天神 你现在这个合同 没有著名型号 也没有设备的具体说明 现在设备在你手里 你又没有证据 证明它在过程中 事实地欺诈 不是 我现在就想知道 他这个钱 能不能靠打官司一块 打官司是可以 但是你连对方的身份证件 都没有看清楚 打起来会很麻烦 无论是周期还是胜算 都不乐 而且 而且什么 你的这份抵押接待合同 没有问题 内容没有任何漏洞 也就是说 这笔款到期了 就要按时还上 否则的话就会设计违法 到时候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不是 他这个合同是当时 那个新章拿过来让我签的 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呀 你有证据吗 当时你签协议的时候 是不是自愿的 这笔款项打到了谁的账户里 不是 我是自愿的 但前也是打到我这儿来的 但是那个钱打过来了以后 我就第一时间转给那个姓张到了 我一分钱都没留下来 这也不行吗 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挺麻烦的 官司需要证据 但是你现在搜集证据的难度 非常大 而且你想起诉这份合同无效 基本上没有胜算的可能 换句话说 我还是劝你 想想办法 把这钱先还上吧 以后就预紧在哪 打开 那银子都知道 之后 你们 就inh do 对 W qual 好 我知道了 方怀 我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好 国际驾照 身份证 还有护照 我都给你放在夹子里 带来本书去吧 飞到飞机上看一下 喂 乔然 嗯 你真的决定继续去读书了吗 嗯 你妈现在正在我家哭呢 我安慰了她半天 哎呦 拜托你了 你先帮我好好劝一下我妈好不好 我又不是不回来 再说了 我妈也知道 我从小就想学医 这样 你先帮我劝一下 我晚上回家 再给她打电话 好吧 那你快点啊 来了 陈旭 陈旭流产了 什么 陈旭破产了 她之前有个同事 我也认识 今天说跟她一举看设备 结果全被人给坑了 我现在所有方式都联系不上她 餐厅也转让了 我但是她出事儿 陈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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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啦 你们俩先去陈旭 moi再看一下 我跟帕回去要她上去的地方 Stupid 好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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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失恋了 肤氧活了 你来给我收拾吧 什么 陈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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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活了 你 你别过来 离我远一点 你让我去死吧 我不想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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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拉着我 我不想活了 你让我去死吧 喂 你可别不相信啊 我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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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下去了 我现在就跳 我这样跳了 你怎么了 你应该不会是太爱我了 看我自杀想性情吧 陈徐 我也不想活了 陈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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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red 你别言了 嗯 你了 快 这点了 杀劲 哎啊 没事 你先回去休息吧 咱们不是一早的航班吗 他想通了之后 自然会联系我们 这样吧 明天我跟赵叶送你去机场 陈雪那边 我晚上让赵叶再给他打个电话 说不定走之前 咱们还能再见一面 太可怜了 你爱情友情钱什么都没了 跟你比起来我那臭男人算什么呀 你可千万得想开点啊 所以 明天你那时载芬 就上飞机了 他知道你今话出事了吗 应该知道吧 你就让他这么走了 跟着你那兄弟 心里明明无论 你还放不下了 干吗还张大度啊 明天还是去见见他吧 要是这次不见呀 等人走了以后 再也见不着 他走了 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其实我已经不想再闹了 就想让他跟我的哥们 好好在一起 既然我已经选择了放手 见不见 还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呀 对他有区别呀 你以为他就愿意 带着这种牵挂去日本吗 事儿虽然难熬 咱活着就得面对呀 你看我 我不就是从死亡线上 回亲转移 刚和此生告别的人吗 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让那个坏蛋去死吧 且现在呀 可是对生活 又充满了新的希望 没想到在我人生的这个时刻 唯一能留在我身边 跟我说话的人 竟然是你 最难过曾经色的荣叶 最悲伤曾倔强的走远 转眼 要不先别等 给他这时间让他晃一晃吧 乔然 哥们永远是哥们的 打断骨头练着鸡 再散吧 爸 别等了 看人海茫然 旋梦银天 看霜蓝蓝的脸 别问什么是永远 笑容满过的一瞬间 看年少花开 往事如烟那一段 干什么 我不说话 我记得 不认责 也不认负 认责 我 enses 你 我不认责 我 除了 我 你 只是信不过磨研 就输了十年怀念 最美好阳风曾落满双劫 转身已尘埃成劫 有一万岁 大家一起做的雾 冥冥只剩下明天 有年年不忘一切 野草旁里里的少年 夕阳下暖暖的笑脸 看人海茫然喧嚣阳 easier 那一双烂烂的眼 那是你居住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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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五号 今天是家末的生日 我想赵燕一定又在 张罗着吃饭呀喝酒啊 我都希望这一天的我 可以像以前一样 在零点之前提醒你 给她发信息 可是这一次我可能做不到了 不过我会在远方想你 希望你能好好地开始新的生活 二零零八年 六月八号 今天是端午节 你吃粽子了吗 我记得 乔然她吃粽子的时候 喜欢蘸很多糖 要换季了 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像以前 一样急诊子 我是真心希望你们俩能好 好好地照顾自己 也帮我照顾好我的好哥们 要知道 你们俩现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挂念的人 二零零零八年 六月十八号 你已经到日本一个月了 我希望这一个月的你 是明媚的 阳光的 我心里知道 我心里知道 这是我无法带给你的生活 但是前任她可以 可我还是忍不住想问 方怀 你会有一丝怀念那些曾经和我一起的岁月吗 如果你有 哪怕只是一瞬间 我希望你把回忆定格在我们高中的样子 因为那是我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 我和你有说不完的话 和乔然和赵燕有开不完的玩笑 我还有了计划不完的未来 和做不完的梦 我想 我想 我的青春就应该定格在那个时候了 可是那时候的我们却都忙着长大 来不及在意 我每每想起那时候的我们 唯一的遗憾就是我欠悄然的那句抱歉 她为我失去了很多 可是我却从来没跟她说过一句对不起 别难过 承轩 我没事 好 我失去 管得更好 我 我不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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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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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得了吗 死不了 带他去 死不了 他在上什么样的 没什么大问题 如果一个星期的愿 恢复好的话 就可以回家休养了 谢谢 他是为了去西场 送方辉才这样的 我知道 所以你不要怪方辉 这种情况下 很难有人能控制住 自己的情感 只要他幸福 我随时都可以退出 继续愿意祝福他 你难过吗 最难过曾经色的容颜 我只能够在家里面 后来 后来 已染了春夜 最悲伤 曾倔强的走远 转眼 已试过境迁 野草旁里的少年 夕阳下暖暖暖的笑脸 看人海盲着喧闹 阳阴天 那一双蓝蓝的眼 飘尘落实永远 笑容淡薄的一瞬间 看烟烧花开往事若叶 那一关 渐渐流远 那一关渐渐流远 来过的去过的少年 再见 哭过的笑过的缠绵 只是滴不过流年 结束了十年缺点 只是幸不过落叶 就输了十年怀念 最美好 阳光曾落满双劫 转身 已尘埃长劫 最心酸 宁明只剩下明天 有年年不忘一切 也问什么是永远 笑容淡薄的一瞬间 看年少花开往事若叶 那一段渐渐流远 再见 爱过的去过的少年 再见 哭过的笑过的善念 只有最深的亏欠 心事比了沉烈 只有最痛的再见 非过换了一句 好久不见 也许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